夏天在忍受高温的同时,正确的进行去火,厨师显得更关键,喝水,似乎已经不能满足大家的需要,这个时候,喝一些汤或许会更好,绿豆汤,冬瓜汤,红豆意米汤是比较好的,其中以红豆意米汤来说,更是深受大家的喜欢。 这款夏天非常火的汤,可以多喝点,在接下来的文章中,想要和大家说说喝红豆意米汤,能给身体带来哪些艺术? 把红豆,意米搭配起来做成这碗汤,对身体保健是极好的,红豆具有补气血,消肿的作用,意米则能起到筋皮外,清热解肚,厨师的功效。 一减肥,对于肥胖的人来说,不妨喝一点红豆意米汤,其帮助减肥的能力极强,对于肥胖的人,极其有效。 二趋势,施气中对身体有影响,施血是当前人们不得不重视的病症,会导致住动脉性疾病,顽固性疾病的出现,正确的趋势成了关键。 可这碗汤能帮助趋势,让你避免了肢气的困扰。 三,利尿,通过排尿,能把体内的毒素排出去,红豆意米汤具有利尿的功效,在夏天,多排尿,勤排尿,能促进健康。 四,缓解水肿,水肿,让你非常的苦恼,缓解水肿显得关键,喝红豆意米汤,能起到缓解水肿的作用。 五,保护脾胃,湿气,一旦加重,对脾胃是有影响的。 换言之,脾胃虚弱会导致湿气加重,通过喝红豆意米汤,能起到減脾胃的作用。 六,降低血压,不论是红豆还是意米都是非常好的控制血压,降低血脂的食物,能起到降压,降脂的作用。 点击篮子,每天吃把它降血压住,消化,还能活血好处多多。 熬红豆意米汤的时候,有些人喜欢加入大米,是不建议的,大米的湿气很重,而红豆意米都是去吃的。 虽说味道好一点,但是,趋势的功效显然降低了很多。 所以,你会发现熬红豆意米汤的时候,汤汁并不浓稠,同时汤水非常的清。 另外一方面,就是喝红豆意米汤的时候,一些注意事项不能忽视。 生理期的女性不要食用,女人来了大姨妈,这个时候不要喝红豆意米汤,会加重痛经。 体寒的人不要食用女人容易出现体寒,如果体寒的话,也不要喝红豆意米汤,会导致体质寒上加寒。 对于体寒的女性,建议多吃电温补的食物,尿瓶的人不要食用,上面介绍食用功效时,说到喝红豆意米汤,会提高利尿的作用,已经利尿了,就不适合尿瓶的人食用了,以免更加频繁的跑去卫生间。 喝红豆意米汤,确实能更好地促进保健,这些好处你要记住,当然,饮食禁忌不能忽视,以免错误的食用,影响到健康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